香港的街道真的有很多招牌 在以前的照片時 其實招牌是一邊踏著踏著的 形成了一個招牌海 常常都說香港整天都是民間密保 但00年屋宇署推出招牌清責令後 我們看著這些令人自豪的治海慢慢退潮 Brian五年來收集了很多招牌密保 今年出書造字像 就是想告訴你招牌以外 香港還有很多造字像在密密耕耕 好像今集想說懂得走的密保 貨車字 生活我們都看到一些貨車字 在我們擦身而過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遺忘 或者我們忽略的一些字 之前沒有人這樣寫的 現在是一個龍字 我六歲就寫詞 跟過很多師傅 寫雪曼、謝熙老師 歐建功老師 還有陳文杰師傅 有些都不記得 寫到現在都沒有停 六十多歲都有 原來由六十年代起 他已經替小巴車身寫字 有四十幾年五十年 初初在皇冠的西人 就叫我替他做複字 人家做了他不收貨 他右邊和左邊不同 他問我有沒有辦法 我說有 我說把複字好像影印一樣 拍了出來 一挑挑兩張 我說噴出來 不是一樣的 寫上車子 白手寫 在皇冠一早做到現在 那些人多數都喜歡北矮 北矮就是生猛和紅壯 因為紅牆和生猛 每個人做生意都喜歡 初初寫這個瘦金看 我就嫌他瘦了頭 我的朋友說 你不要學這些 你找食 你捨得 你捨得漂亮個宋輝鐘 找不好食 以前人人搬家 一旦有地方 他就要修製字 車門空了 他又修製多幾個字 成車字 車頂都有 楊師傅說 整條街七成的貨車手寫字 都是我寫的 否則很多都是翻版 我都計算不出 多數都是我都沒辦法 隨便夠做就算 這兩個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拉歪了 這兩個是翻版的 你怎樣做呢 氣勢不同 你看看 印到那個 檢測多大 因為沒有那麼大 那個字 就離譜好 這個不懂寫字 他懂得寫字 他懂得寫字 應該是橫長短短的 這裏一撇 應該是一撇 還沒學過寫字 這裏用了幾年 這裏用了幾年 幾年已經這樣 少林功夫 他就是那些 哈哈哈哈 對 你看我這隻手 是這樣的 師傅已經85歲了 幾年前 他開始把自己的字 慢慢傳入電腦 要用的時候 就列印出來逐個介 看來好像很容易 那麽姐 Brian也試試 要注意些什麽 都不用怎麽注意 楊師傅對我好 因為那個公字 比較簡單 哈哈哈哈 每個字都一樣 那些是 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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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不過你更快 因為一日 差不到百多個 就是這麼慢 公字這樣介出來 都跟這個不同 但這個也比這個 更漂亮 哈哈哈哈 解好的字 還要交給老拍檔 黃先生 幫忙噴漆 他們合作了三十幾四十年 他們合作了三十幾四十年 黃索去射 一貼紙射 這樣就可以了 撕掉它 一次就出來了 撕下來 撕下來就不行了 它那些膠 它應該會變塞 這幾個月 一個月都光顧它 六十次八次 在大陸的車子 還要流行的時候 叫做百多 九幾 應該九四 九五 沒有了 我們幾十歲 做開當然找回它 幾十歲 還要自己去邊緣 香港沒有了 差不多只剩下它 只剩下它 沒有了 沒有為什麼 它的手寫更漂亮 這些是手寫字體 這是什麼 師傅已經做了一套 大型的貨車字體 現在 他還想再製造一套 小一點 更加受禮的字體 我寫多一套 寫一套 肥一點 一套 瘦少少的 瘦少少的 挑戰二挑 就是做地址 做事 這些 做招牌就最好 我那時候寫這麼大的 逐個寫 你做都是二、三千字 二千多字 三千字左右 我寫下去是二 研究一些民間的字 或者手寫的字 其實都反映到 一些社會的修養 或者一些文化的質素 一些好東西 通常常出院的時候 我們都不會很留意 以為是平平無奇 其實它是背後 很多大的書法家 承傳下來的 報真相、講人話 九點半 蘋果新聞報導 強勢登場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